新北市淡水区清水街日前某五楼公寓二楼 发生了食物炉火未关的情况 而邻居听到住警器的作动声响 到场查看 发现有阵阵的烧焦味道 还有白烟冒出 立即通报119 消防队还有通知里长 随后邻居和里长进入屋内 并且协助将炉火关闭 这个时候屋主才回来发现 还好有住警器及时通知邻居 还有里长 与消防队进行处理 才没有酿成更大的灾害 到达现场 它是一个老旧的公寓 因为它单程就有做分租好几户 它有好几户在居住 我们看到走到中廊里面 它是有冒白烟 邻居表示早前 他已经先行路内 将那个瓦斯的炉具先关闭 炉火关闭 那原因是因为他有先听到 有听到那个他家里的警报器在作响 消防人员到场协助排烟 并且将锅具移至水槽降温 索性装设的注警器 可以发挥作用作动成功 第一时间发现火警 并通报119 在火势为扩大前及时扑灭 才没有造成人命的伤亡及财产的扩大损失 而邻居透露 该名独居长者已经有多次烹煮食物 没有关闭炉火的记录 而消防队也通知要小心处理 根据邻居表示 他第一时间是因为他才听到有声音 他才知道 后来到这一户 有冒烟这一户的时候才闻到味道 所以他是其实是因为警报器的这个声音 先警示他 那注警器具有由 他是警报作用是由声音 来触发我们的那个警示效果 那通常即便在睡睡眠的时候 其他五感都是很脆弱 只有听觉是最敏感的 所以他经由听觉的方式来触发 警示那个民众 我们第一时间该要逃生 或是发现那个有火灾的状况 消防队表示 该住户今年装设住警器发挥功能 于第一时间提醒 借此也再度呼吁 五楼以下的老旧公寓 住宅都要装设住警器 而且最好每个居室和重要通道都要装设一个 一例火灾发生出奇迅速预警 才可以协助住户顺利逃生 为了强化独居老人火灾以及预防作为 多一分防火准备也可以少一分生命的财产损失 记者许多年一代水采访报道